外送業者造成的垃圾量跟塑膠袋的確是增加很多 那這個是在我們要做到資源循環凌廢器裡面 這種垃圾減量這是很重要的一環 那我們希望大家一起來減量 所以包含了它的循環容器如何怎麼去做 所以我們希望今天一開頭 那現在目前來說的話 今天是大家都有意願做 那目前我們環境部會來促成這個營業的模式 能夠把它完成 那我們承諾是會有幾個呢 第一個是政府未來綠色採購的部分 我們的政府的這個業務費採購一年大概是4200億 那4200億呢 現在就120億是屬於這種所謂的綠色採購 目前未來呢 如果說像這個外送業者可以搭配在一起 因為外送 這個餐飲外送已經變成國人的這個習慣了 我們希望把它變成 綠化一點點 更環保一點點 那未來呢 它也會是我們這個綠色採購的一環 那第二個呢 我們大概在11月下旬 會跟這個保險業者 全台灣的所有的受險業者 還有金融業者 簽進一個合作協議 他們也要來響應做環保 這個裡面的人口數大概有2-30萬元 所以他們也希望能夠一起來參與 所以這個呢 對於未來餐飲業者 他們的採購 綠色的採購 或是使用習慣 這個也會導入 所以這個對於餐飲業者 它是一個很正面的 不過我也是特別強調說 這個絕對不能說造成一般民眾 在使用這個外送業者 額外增加的負擔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感谢观看